賈賈地到幾十年 用我的人威就問Tesla借了一部 Model Y的Long Range 如果我駕著Benz 停下來的車 我會很熟悉的 我不會開冷氣 早安 洞Sir 早安 不如你駕吧 我想試試坐後面 也好 其實我不是為你買的 我們沒事的 就算我也覺得自己駕車可以的 你要駕到車子很平順 如果用42Ti 氣 那真是大挑戰 今天這部車就去Stick Cajun 擠在一個地方一段時間 去拿另一部車 又駕駛一段時間 拿甚麼 Tesla Model Y Long Range 最近我聽到消息 我們RAV內有一個人心動動 想是否買電動車來做腳車 上次試POLSTAR 阿芙爆響口說想買電車的一個 其實是我來的 我不是放棄我部面艱 我是運波Forever的人 怎會放棄呢 因為我自己有另一部腳車 是一部Benz 考慮了很多原因之後 其實我很想換一部腳車 是省錢一點 因為RAV Channel真的要錢 雖然還沒拿到 攏底荷包仔的錢 但省錢都是好的 現在有錢走得很害怕 當我有這個打算的時候 其實當然有很多事情要想 但做我們這一行 價格的到幾十年 用我的人威就問Tesla 借了一部Model Y Long Range 不要嚇住 搞錯呀Tesla 其實有很多Model 是可以選擇的 但有一個致命箱 不是Tesla的 而是我的致命箱 就是我自己補充電位 整件事很明顯 Tesla有快叉 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都不用那麼慌張 這是最關鍵的 還有一件事 既然要做腳車 省錢之餘 是否應該減少自己的麻煩呢 我就想試一下這個Model 因為我一直都沒試過 很老實 它有厲害的地方 但有幾件事 我其實對Tesla 是不太同意的 這件事我稍後會告訴你 現在開車 待會再說 其中一樣我想買電動車的 就是當我真的射球走出來 其實我在車內工作 開著冷氣的感覺是好很多 因為傳統的汽油車 就算法例容許你很熱的時候 開著冷氣 其實熱力也會湧入車廂 你感覺很心痛 車子不斷躲到來 話說回來 現在自己生意 還要射什麼球呢 算得定的 它又有Type-C頭的 看看能否充到我的電腦 你也能充到 我真的要做事 現在很多事情要做 我知道你會這麼說 很多事情要做就好了 我知道 哎呀 手腳慢 坐在前面 側著來做有點辛苦 在這裡做 去電動車平庇台 坐在這裡做事是OK的 舒服的 當然行車是另一件事 今天就開著的Model Y 長廂做工作車 等於接上檔案 去拍攝 老闆一定反對 買Pesla 待會是等它開著我坐下 後座 是否真的可以 找來接老人家 現在等到Kennep上車 去感受霸院 我們現在整天都在拍攝 我想看看尾箱的東西 不是吧 不見了嗎 不… 檢查是否齊不齊 現在疫情 我們經常都在家工作 這麼小的公司就沒有AB 所以工具就調來調去 每天拍攝就在阿扶的車 或是在龍Sir的車 甚少放在我的車 因為我的滅乾就放不到 放在後座坐不到 但是Benz也放到 但相對於這輛Model Y 似乎這輛的空間 我想Kennep他們做事會開心很多 起碼有冷氣可以休息 如果我開著Benz停下來的車 我是會適合的 我不會開冷氣 齊不齊? 齊不齊? 這麼幸運? 那我們出發吧 好啊 早安 龍Sir 早安 龍Sir 不如你開吧 我想試試坐後面 也好 來吧 來吧 龍Sir 如果我這輛Benz 轉這輛做腳車好嗎? 當然好 不適合入油 這麼簡單? 當然啦 說明腳車 但電車有很多選擇 其實我都是糾纏在這個位置 哦 事物上電動車 如果以空間價錢起 Benz Model Y 真的會很困難嗎? 也是的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 它真的有很多差點站 其他電動車一直令我猶豫 我給錢解決不了問題 Tesla 有兩個一貫以來的小問題 第一是真的沒那麼舒服 第二是interface 你需要時間可以適應 interface可以學的 反而因為腳車我會摺老人家 所以叫你駕駛就是這個意思 它舒服的地方其實是有得攪的 降低一些軚器 是的 不過就是軚器幫到軚器 令你跳得重要而已 另外就是我覺得它和軚 這個特別Sharp 是不是調教了什麼模式? 沒有的 那麼Sharp的軚器 真的是舒服軚的時機 很考慮你的功夫 那我這個也能解決到的 來了 這些了 這些可以了 這輛是一輛便宜的電動車 我都不知道的 但是對照30多萬的汽油車 都不是這樣 處理這些跌其實很細緻 吃花生的簡單而已 但是這輛真的令我想起我年輕時 坐麵包車上俄味山的感覺 但是路面好是OK的 但是路面好是OK的 Kenneth 嗨 不需要進油了 你願不願意駕駕駛 都可以了 剛才龍Sir坐在電動車裡 泡了很久的冷氣了 哈哈哈哈 現在說要做前座乘客 又行不行呢 原來這個Bughead 好像Radi那種Cold Driver 那種Bughead 我最好都不知道 誰在開 Kenneth 我這個泡盆也真的很敏感 我現在很害怕給我老闆知道 我扭軚也扭得不好 所以我很專心地開車 你不要嚇壞我 是 我打算欺負一會兒 我們工作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喂 你來吧 我欺負一會兒 好像開得不錯 我現在很緊張 你經常駕駛阿芙那一輛 Motor Street 哪一輛較等 阿芙那一輛 哈哈哈哈 阿芙那一輛比較粗糙 這輛也不好得去哪一輛 剛才龍Sir沒有錄影 龍Sir說 哇 雙動車的感覺 哈哈哈哈 如果真的買電動車 你是為了腳 又要載著你乘六呎高好人 其實我不是為你買的 你放心 我們沒事的 哈哈哈哈 你沒事的 但真的你放一輛行李箱 又要坐到人 其實Motor Street是有點問題的 是啊 以前我們都試過用阿芙那輛做工作車 我們的行李箱也不小 放進去其實蓋子是打不開的 但這輛的尾蓋是開得盡 我們的行李箱也可以很輕鬆地開 就拿東西很方便 你們說得好像銷售人一樣 是啊 因為我旁邊的是盡購 大家嘛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要共用我的尹威 借來試呢 其實我想試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理程 你知道通常都打折扣 我試了大概差不多400公里 又試到是166Wh per km 即是計算這輛車 就算電池容量用到盡 我大概用到450公里 可以的 因為我不是不給錢充電的人 它有SuperCharge 我用錢買的時間是可以的 400多公里其實是足夠我平時的生活 用大概一個星期至兩個星期 即是不會說經常都要充電 即是這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件事我想認真試的 就是車子舒服 因為以往駕駛的Model 3 其實你說舒服不算很舒服 究竟有多不舒服 我真的要走一些我經常走的路 現在就馬上去農場道 即是我也經常走的 現在由青山公路駛進去農場道 我想你眼見都看到我不斷動 首先Model Y Long Ranger 標準是20吋輪胎 電動車大部份都是用大輪胎 但是Tesla是特別大的 終於轉了進去農場道 是否有些地動山腰的感覺 其實單計行農場道 舒適性跟我開開的Benz E-Class 是相當明顯的 車重不高 但功備陣是用得很硬的 感覺真的有點像坐著的4N 但沒有載貨 但又走得那麼快的感覺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輪胎 現在輪胎都打得有點像 其實是否真的需要輪胎那麼高 我覺得是不太需要 純粹為了增加輪胎 所以我待會再試試 是否可以減3-4磅 待會再試試走相同路 會不會好些 現在頭輪胎43 尾輪胎42-43 我想降到差不多40度 因為現在輪胎的輪胎 降低了少許輪胎 減了3磅左右 減了輪胎後40 好些 車的動力都是多的 但凹凸的位置撞擊的感覺 沒有之前的那種那麼尖 農場到這一段 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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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上到畢甲山這一段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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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讓輪胎面做多一點 讓輪胎膠做多一點 昨天將前後的輪胎降低一點 都走了差不多200公里 但我覺得可以再低一點 再減1-2磅 先讓輪胎 原來38之後 好 很多 我想還要試多一輪 究竟哪一個是最最最完美的 最最完美的輪胎 降到38之後 連輪胎的感覺都自然了 其實Tesla輪胎一向都快得很緊要 但又不夠輪胎 你摘到頭是扭幾手的 但輪胎快 行highway 你走到7-80 甚至上到81的時候 可能你咬一下 你的態度會不斷動 很敏感 就算我都覺得自己開車 都可以 即是你要駕到車很平順 如果用42胎氣 真是大挑戰 現在不斷剪掉一些Hunger Gye 還沒降低的胎氣的時候 剪掉Hunger Gye是甚麼感覺 你幻想一下用菜刀斬骨頭 砍砍砍砍 現在還是硬硬的 但好像斬籃牌一樣 起碼有些肉在墊 就是這樣蝦的感覺 上我幾次試電動車 如果去到這些公里 我想我已經發了鐵騰 用過一次SuperCharge之後 我不是幫它賣 說過 但真的快 還有現在和我幾年前試 Model X 的時候 SuperCharge 的站 就是多了很多 還有就是速度也快了很多 所以我又看到現在80公里 都不夠我優 好像醫好了我的充電恐懼症 那樣 好老實 你要我這麼多的電車裡面 選擇 為甚麼第一輛想試的是Tesla 因為我覺得機會是最大的 因為我自己沒有充電位 所以我必須要用外面的充電位 你都明白 為甚麼Tesla 是這麼幼幼小 我買一部腳車 是不想令自己煩的 是吧 我又嘗試用Tesla 最快的SuperCharge 250kW的充電器 當然實際差 不會每次都250公里 以我的開法 剛才我計算過 10分鐘大概充到200公里 後面一定會慢一點 就算你很不滿Tesla 一些做工的東西 啤哩啤哩 如果你說到充電 它暫時還是無敵 雖然現在我在繁忙時 亂充大約3.6kW 比非繁忙時間貴了一倍 但是用錢買時間 你減少麻煩 就是這麼簡單 這輛Model Y Dual Motor 大電板 我駕駛了差不多700-800公里 當中有300公里 是降低了 我發覺平均能量的消耗 其實差不多 都是163-165Wh 即是沒有什麼分別 但剛才我在大山市 我發覺真的這輛車很重 那麼重的車 其實對能量也是一種消耗 說回來 為何會一試試駕駛Long Range 我想我跟很多第一次買電車的人 都是一樣的想法 電池扭力大 四驅是否安全一點 電池又大一點 那就不用經常充電 我在大帽山試駛 老實說 有了四驅 不會令這輛車變得很好玩 很有駕駛樂趣 這輛真的是實用的 電車 只不過馬力不小 它本身駕駛起來 真的沒有那種吸引力 令我想駕駛得快一點 去玩 真的沒有 加上就算是它的後驅版本 其實背後也有很多電腦的穩定程式 哪有這麼容易出事 自己駕駛了這麼多年 頭輪車尾輪車 何時說過駕駛頭輪尾輪是特別危險 既然有可能自己買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問題 是否真的要四驅呢 是否真的要大電 又用一下我 又不可以借上standard range 來試一試 即是輕一點 輕了二百多公斤 但電腦就小一點 理論上 WLTP就行四百六十多 如果沒有記錯 standard range用的電 是輪酸鋰電池來的 好像廠方建議充100% 但這個long range 就是使用LG的三元鋰電池 廠方建議都是充90 這個充100 其實大家都是四百多 充滿都是 如果standard range又輕一點 會不會能源損耗是再低一點 其實真的行出來是差不多的 那就晚點去拿一架standard range試試 我只是開了不夠兩公里 我就決定 如果真的換不用想 一定是 它的樓梯也是快的 但不會像Long range 我洗到十成公里 我都沒辦法開得去 感覺就像你買錯了Puzzle的冷氣機 你要開到很冷 但我的方法要小一點 特別是那個